那如果说全新的皇冠家族 它的整体设计会相对的激进一些的话 那么我觉得皇冠C的应该是四款车型当中 最有经典皇冠影子的车型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前脸呢 是采用了最新的设计 上方是贯穿式的LED灯带 这个格栅式采用了亮黑色的一个设计 包括说最下方 它的这种线条延伸到了两侧的进气口 看起来会更像獠牙一样的样子 那我们来到车身侧面呢 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密条幅的轮圈 它是采用到了一个银色镀铬的装饰 整个的车身侧面的线条会更加的平滑贯直一些 那它的车顶以及到车尾的部分呢 是采用了一个溜背的造型 到最后有一个小小压尾的一个设计 那么我们接下来去看一下它的尾部的造型 那来到尾部呢 我们刚刚其实已经说到了 它车顶的线条延伸到了尾部 这种溜背下来形成一个小小的压尾的点缀 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尾灯 依然是采用了一个贯穿式的尾灯 和前脸进行一个呼应 下方呢是采用了这种隐藏式的排气布局 新一代的黄宽C等 它的长宽高分别是4930 1840 1540毫米 轴距是2850毫米 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尾门 其实是分开的 并不是一个仙背式的尾门 包括说它的那个轮毂 它是采用了20寸的大轮毂 这个是在日系车上 一上来就给你这么大的一个轮毂的话 是很少见的 那么接下来说一下它的内饰 其实从之前透露出来的消息呢 它的整体的设计风格 内饰会更像那个Lexus ES 有很多相似之处 那么但是具体的质感呀 以及一些其他的设计呢 暂时咱们是看不到的 等到后期内饰开放的时候 再跟大家做具体的介绍 在动力方面呢 全新一代的黄冠C等 它将推出两套动力系统 2.5升自然吸气发动机 加电动机组成的混动系统 最大的功率是249马力 匹配1CVT变速箱 2.4升涡轮增加发动机 加电动机组成的混合动力 系统最大功率是360马力 匹配6速手自一体的变速箱 通过今天的视频呢 我们看到了新一代的 黄冠C等它的这个外观设计 其实有着不错的表现 但是在广州车展上 这次并没有去公布到它的价格 我们还是去根据一下 未来的销量再判断一下 黄冠家族能否打赢翻身账